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,台中慈忌护理之家,日照中心长辈与谭子区新兴国小毕业生携手老幼共学,今天一起完成龙周图案及亮片彩绘装饰,除作为长者的纪念,也是学童别具意义的毕业礼物。 30多位慈忌护理之家,与日照中心长者,与26位新兴国小学童,今天在新兴国小五年级太古对学童的表演下,展开老幼共学。 阿公、阿摩拿起彩色笔,在小朋友帮忙下握笔或是在各自印有龙周的图画纸上注色,再装点亮片。 学童陪伴老人手作,一边和老人假聊天,学生陈和清嘴画称赞阿公很帅,宛如祖孙互动很有爱,还有阿公、阿摩说,学童就像自己的孙子一样,有学童陪伴好开心。 学生及长辈们在完成的图画上共同签名,护理之家督导王玉如表示,将把画作放在长辈住房作为纪念, 让他们感受延续的温馨。 护理之家社工师林一家表示,孩子除了表演让长辈开心之外,也与他们一同完成作品,互动过程中就像每个人小时候陪伴自己的阿公、阿摩一样, 相信不管在孩子或是在长辈心中都会是一个最棒的回忆。 新兴国小校长周文杰说,毕业考后,学校为毕业班及同学安排包含生态之旅、知性之旅等系列活动, 感谢慈激护理之家让孩子有服务与付出的机会,给阿公阿摩们开心、快乐,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, 也是孩子最有意义的毕业礼物。